大家好,欢迎收听方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想跟大家讲一只趣闻 据说,美国最近竟然制裁了一间公司 而这间公司就是俄罗斯的公司 要知道现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仍处于极战之中 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公司很平常 但今次美国所制裁的俄罗斯公司就真的很特殊 竟然制裁了一家面包公司 究竟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否因为美国看到俄罗斯的面包公司 因为生产出来的面包提供给俄罗斯的军人 所以就会指责这家面包公司资助俄乌战争呢? 这间公司的名字叫坦波夫面包店 好不幸他就在2023年12月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原因除了这间公司有生产面包之外 原来还有生产这件事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 就是这间公司的老板对着镜头 讲解他们所生产的面包 不过大家看一看书送带上除了有面包之外 另外跟着就是这些的无人机 为什么这个生产面包的生产线 会有无人机焗出来的呢? 据他说这间公司的产能 能够达到每个月250架的军用无人机 这么厉害的 当然这些无人机就不是焗出来的 原来这间公司除了有生产面包之外 更加有能力可以替俄罗斯政府生产无人机 这只不过是这间公司的老板 将他们所生产的无人机放到面包的输送带上 来跟大家开个玩笑而已 只不过是老板做生意就好 除了卖面包之外 更加懂得做无人机 这也是俄罗斯政府自战争爆发之后 一直积极推动提高民用工业 来替国家的军事工业生产做出贡献 这也是俄罗斯从一般的经济 转向战时经济的一种方式 可以看到俄罗斯也积极提高国家的产能 令不少的民用公司也参与到军工生产 但是在另一边商 北约所提供给乌克兰的援助 现在就越来越少 比起一年前真是可以画得上少得可怜 大家试想象一下 一家面包公司现在都能够投入到军工企业 替俄罗斯生产无人机 可想而知俄罗斯的生产力已经有很多转向为军工企业服务 这也是交战了足够两年 而令到整个局面转变的结果 所以在最近也传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有秘密谈判的情况 这家坦波夫面包店就是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东南部 据说距离大约480公里 说近不近 说远也不远 根据俄罗斯的官方媒体也对这家面包店有所报道 原来这家面包店是在2023年的2月首次开始组装这些无人机 他们也参与了无人机的碳纤维骨架、天线及相机支架等等 都是以3D打印机来生产的 而其他的组件就从其他的电子厂商所购买的 据这家面包店的老板还说 他们每一架的无人机的成本也都能够可以保持在五千奴比至五万奴比之间 每月就能够生产大约250架 随机附送一个迷彩的背囊 据说这种无人机就是属于FPV的无人机 操作员就是透过机上所装有的摄像镜头来获得第一人身的视角 并且能够用手柄来遥控这个无人机的动作 而他的飞行速度达到每小时65千米 电池续航力的时间就大约15分钟 另外也配有备用电池的 而最高能够携带3500克的载货 而最长飞行距离达到5千米 别看他体积细小和续航力只得15分钟那么短 但是就已经足以持续骚扰乌克兰军 一般来说俄罗斯军队在战场上所使用的无人机 就有8种型号那么多 中小型的就是侦察机为主 一般就执行战场监视、目标监视 甚至火炮对准的任务 而主力就是一手叫做海雕十和前兽系列 海雕十的无人机在2010年生产的时候 由国作战半径就有大约200千米 而最大任务再货达到5千克 至于前兽系列就更加是来自以色列 而最新改型的前兽R也具备了火力打击的能力 作战半径就达到400千米 最大任务再货达到100千克 至于要数到实力最强的就是猎户座 猎户座的性能可以叫美美国MQ-9的前身 也就是已经退役的MQ-1的捕食者无人机 它是采用沃伦罗船长来做发动机 巡航时速达到120千米 航程达到250千米 更加能够可以制空长达24小时 以及挂载60千克的弹药 猎户座的无人机就是这样的 至于俄罗斯 由于一直以来都受到西方的制裁所影响 所以俄罗斯的巡航导弹的产能 也都出现罩降的情况 所以现在俄罗斯也都很依赖无人机 而且无人机也都没能力地大批生产 至于俄军在2022年的10月 也都改变了他们的策略 开始懂得派自杀式无人机 襲击乌克兰首都基库 以及周边的关键基础设施 而且这些无人机更加是产自伊朗 至于伊朗研制的 见证者136无人机 可以画得上是乌克兰的战场黑色 一旦发现目标 这种无人机 就会以自杀式的方式撞击目标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廉价版的巡航导弹一样 至于俄罗斯开始使用这种无人机 也有效地令到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战场上返回优势 不过随着西方的制裁越来越严格 搞到连伊朗自己想获得原材料也变得更加困难 所以俄罗斯也开启了他们的民用生产 转化为军事生产的计划 这个计划也在未来几年大规模补贴这些无人机的制造 因为无人机本身尺寸小 而且又易生产 成本又低 尤其是这家面包厂所生产的 叫做贝卡斯无人机 连一家面包厂都可以做出来 但是负责生产的面包厂就是俄罗斯预备役的一名宗教 虽然美国将这家面包店列入制裁清单里面 但是由于生产这些无人机的规模实在太小 制裁对他来说也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所以对面包店的老板游李还特别得戚特别高兴 他说他自己能够加入这个美国制裁清单里面 就是对他们公司最好的广告 还说感到非常自豪 希望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订单 至于乌克兰媒体也有对这件事作出报道 就说你间公司所生产的无人机只不过是一大堆贴货来说 有人也做过统计 在俄乌战场上面 上方每个月都要消耗上万架无人机 但由于俄乌战争始终都是维持一个有限的规模里面 一直都没有发生一些大范围高强度的冲突出来 特别就在空中战场上面 上方根本都没有参与过大规模的战斗或者战争 来抢夺对方的制空权 而同时后勤的补给与区域的防空体系 也存在着大量的漏洞 所以亦都给予这些无人机的参战的机会和发挥的空间 去到2023年的时候两个国家都开始转用这些较为次等廉价的商用FPV无人机 较早前乌克兰的总参谋部电子战与网络战的负责人 帕夫联科也都说过俄罗斯大量使用无人机是新的情况 也都对湾南造成巨大的威胁 他就呼吁盟国要大量提供可以克制这些无人机的制度导弹 以及卫星制度干扰系统 但是呢 面包厂老板帕夫联科就说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所谓卫星干扰器 讯号放大器也就有的 根据一名湾南的士兵 就曾经向媒体透露过一件事 由于他们的前线缺乏电子保护系统 亦都因此而导致在东线经过几个礼拜猛烈轰炸之中 俄罗斯的无人机就好像蚊一样 整天生气他们的 可以见到目前俄罗斯拥有了电子战的优势在这里 他们的干扰器可以令到西方援助的正确制度导弹 偏离航向 甚至乎以一些干扰的手段来对模仿 导弹或者无人机的发射 继而令到这些正确制度导弹 偏离方向 同时亦都可以成功混淆得到 在俄罗斯拥的防空系统 可以见到电子战真是五花百门 从过往来说 用雷达的方式 车载的发射 甚至乎一些就真形的设备 都可以在战场上以电子作为工具 来到去服务 说到底 现在俄乌战争打到今时今日 双方所比拼的就是 大家的国力根本跟什么策略 胜算毫无关系 现在你一拳 之后我又有一拳 接着你又打回一拳 他又打回你一拳 你一拳我一拳这样打 你就只能够等到他们打到两败俱伤 你才能够可以判断 谁对谁错 所以俄乌战争发展到今时今日 一直处于这么艾满的情况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以说是海军斗水兵一样 还有另一侧的消息 就是来自俄罗斯的中西部卡马河畔的 一个纳贝列日尼镇 据说当地一间冰球棒生产厂 也都开始制造防弹背心 乌拉尔工业城市 车里亚宾斯克一家生产豪华帐缝公司 现在亦都生产一些 用于战场所用的碎袋和帐缝 至于南部的农业中心 玉罗涅亚就有一家农业设备公司 帮助生产素雷设备 双筒望远镜 甚至反光无人机防御系统 等等各种产品 还有一个就是在2023年10月26日的时候 国家杜马就通过了最新的预算 这个最新预算亦都给到2024年的国防开支 增加了近70% 达到10.8万亿的劳报 这个亦都占到总支出多达三分之一 几乎是2021年所预测的三倍 至于军事开支就包括装备工资 以及支付给阵亡的士兵家属的付宿金 将是对教育医疗环境等等支出的总和 再乘3 也就是占GDP的6% 另外我亦都想说多些少有关目前的战争情况 由于以色列的战士达特变得非常紧张 所以也都令到美国对瓦蘭的态度 相信可能会出现转变都未定 还有的就是赵线也都开始向俄罗斯输送火箭弹 而赵线甚至拿出他们新型的火星11导弹 射程更加达到400-800公里之间 单价大约500万美元 加上加沙连续多日的紧张局势 也都令到美国对瓦蘭的态度出现明显性的转变 较早前美国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会长哈斯 就在美国的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题目就为重新定义在瓦蘭的成功 至于文章里面的内容其实就是要替瓦蘭的失败拿个理由出来 还有就是文章也都特别看到 美国是应该促成俄乌谈判的 虽然美国政坛就有不少人支持瓦蘭的 但是由于俄乌战争都真的已经打了很长的时间了 很多人听都听到厌了 所以要求俄罗斯和瓦蘭之根 尽快停战这个呼声变得非常之高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 还有就是今年除了是美国的大选年之外 更加是瓦蘭的大选年 但是现在几乎的政治圈里面 可谓充满着火药味 更有媒体认为如果现在瓦蘭就举行选举的话 扎连斯基一定下台 所以纵观所有的外部影响以及外部势力 目前对俄罗斯的立场就变得是最有利了 不过相信始终你都要等美国大选完了之后 你才能够可以看得穿究竟目前的局 是应该会怎样走的 好了,关于俄罗斯的话题 今次就讲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